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柯比這一天只要記者問她說 陳佩琪她的太太又發文 她又發了什麼 都會感覺受到驚嚇 但當然禮拜五的時候 是陳佩琪的太座的生日 成日當天又有看到陳佩琪發文了 這次陳佩琪發文是說 她曝柯文哲 不但生日當天顯然是沒幫她慶生 還晚回家 而且沒有經過她同意 就跑去冰箱拿蛋糕偷吃 偷切 讓她看得更生氣 看了這個文章 感覺是真的 柯比也是情何以堪 但一天一報 那各種的不妨 各方追究她的細節 喇 杖 木啊等等的 一直在追殺她的情況之下 郭正亮亮哥 昨天在我們節目上分析認為的 他說你就拿的問題不只是黃珊珊 也包括柯文哲本人 之後可能會需要常常出庭 面對檢調的約談 一直被記者問四百案件 對你的黨好嗎 是不是要有一些危機控管的機制 可是不是聽到了 所以她現在四大的組織 但是組織裡聽起來 不像是這個 要獨立於自己主席之外 這樣的概念 那他說如果這個黨 可以收了啦 沒救了啦 連黃珊珊這麼大的一顆石頭 都搬不走 當這個精華城案 才是真正重重之重的核心 可能牽涉到刑責的部分 那麼柯文哲 就對於什麼有個神秘的會議 裡頭有個高層的女性 她嗆聲了 那尤初會質疑是說 這三個會議 這會議裡頭3月10號 陳情者是誰不重要 那陳情人是違建嗎 包庇非法嗎 那黃珊珊為什麼都沒有簽名 明明會議沒有彭正生 只有黃珊珊 到底為什麼呢 而柯文哲的精華城案 還有其他的催化劑 才會讓柯文哲這個違反 毒發局連千層 都公開上而來自保的這種千層 反對這樣的發展的時候 他都義無反顧的去相挺呢 那當然金華城案 還有什麼神秘會議這個事情 柯文哲是嗆他的 尤其他提出的是 應小威的便當會 聽聽他怎麼說 他就應小威 他有什麼神秘的意思 議員便當會 衛高權重 算了 我們不需要去跟那些名嘴齊語 老實講 那個就是議員便當會 行之有年 我大概幫八年市長都有這個職務 一年兩次 那從徒行之前 其實那就是應小威的一個陳情案 都有會議紀錄 像這個我一聽 他說這有什麼叫神秘 有會議紀錄都有的 還花下去執行的 他強調會議紀錄通通有 尤其任內九至九點八五的公文 都有電子檔 其實都可以經得起考驗 那因為被影社跟他有關 應小威也跳出來發了 記者會的澄清說明 他說這個便當會只有30分鐘 都在轉達市民的陳情案 當中的確有進化成 或者是其中之一而已 20多個人的會議叫什麼神秘 沒辦法神秘 他們連吃便當都沒時間 討論完了之後 就趕快把事情交辦給局處了 那民進黨的人士 在媒體的報導裡面分析 柯文哲真正的危機 還在市長任內的 包括北市科 台志光 金華城 這三大案 其中又以金華城 因為這個進展最快 包括前副市長 還有這個所謂的 容積獎勵的比例過高 這件事情比較具體 所以對於柯P是最不利的 那最快的金流相關的議題 才會是接下來發展的重點 重中之重 好 當白營面對這樣的困境的時候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是送暖的 他在這個公開跟媒體發言的時候 是說希望柯文哲能夠平安度過 而且未來藍白還要再合作 不只在立法院 還有更多的地方有合作空間 這指的當然是2026囉 2028不知道啦 至少2026是囉 那柯文哲給他的回應是說 大家都會講場面話啦 這也是場面話啦 那現在台灣45歲年齡層上下的 藍綠白分布完全不同 所以台灣已經沒有辦法 再形成兩黨政治 這回應的當然是誰 是日本學者說 回到兩黨政治這樣子的回應啊 民眾黨的江和樹 則是跟藍營喊話 就算消滅了柯文哲 票也不會流到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不要隨風起舞 值得思考 柯文哲自己甚至也公開研究 公開他自己研究的結果 你要知道 他說他的支持者族群 都是在45歲以下 40歲以下的人呢 投給國民黨是不容易的 所以如果沒有柯文哲的話 他們會投民進黨 那太太的角色怎麼看 因為柯文哲過去曾經 也有告訴大家講說 他接下來還是希望能夠參選 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那之前有些人批評說 柯文哲可能連他的民眾黨 都管不好 怎麼去管這個國家 現在看起來可能柯文哲 連家裡面的事情 都沒有搞得很清楚 那我當然會這樣質疑是因為 包含到他兒子 到底那個公司是怎麼開的 還有他的這個夫人陳佩琪 幾次在臉書上面寫下 那個公司成立的這個 前後的原因 都搞不清楚 然後搞到家庭失和動不動 現在連這個偷吃蛋糕 都會引發陳佩琪的生氣 那你就可以知道就是說 柯文哲在過去 一直標榜出來的人設 事實上是很多人喜歡他 跟願意支持他的原因 什麼都有SOP 什麼都要照規章制度辦事 什麼都講說 從事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用制度 現在看起來 對他造成最大傷害的 其實就是他的制度 因為他的制度 對外講都很好聽 但是內部都做不出來 你光看這一次競選總部的這個帳 其實真正會進入到柯文哲核心的 也不過就這幾個人 柯文哲自己本身 黃珊珊 陳志涵 然後還有誰 再來就是財務長李文中 還有一個會計師叫端木正 就這五個人 跟錢有關就這五個人 這五個人 看起來對賬都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真不可惜 因為五個裡面有一個被告了 那個叫端木正的被告了 有一個叫李文中的是財務長 很負責任的出來告訴大家說 他什麼都不知道 黃珊珊看起來也說不知道 是查了之後才清楚 那陳志涵也更不用說了 黃珊如果不知道 我不知道陳志涵到底了解多少 所以看起來就是 連你最核心的這五個人 在溝通上都有這麼大的問題 而且還做出了讓你民眾黨覺得 造成非常大的一個震撼跟危機的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事情 那你告訴我 如果連你的核心都有溝通困難 連你跟你的太太都有溝通上的困難 那你告訴我你還能跟誰溝通 這是柯文哲他整體的人設計 在這個階段裡面被完全徹底顛覆 柯文哲還沒有搞清楚 但我覺得柯文哲現在也在做危機處理了 為什麼 他現在開始接受媒體訪問了 過去一段時間當事件剛爆發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不受訪 陳佩琪不受訪 回家寫臉書這樣 但柯文哲現在他的危機處理幹嘛 你知道嗎 他做出更多的SOP 就搞出那四個 又要什麼財政什麼 又要搞委員會 又海選又幹嘛 又回到了原始的那一套 我認為他覺得這個方式是有用的 但大家還是會質疑的是 過去有好多事情是 大家很好奇說 難道都只是外界的傳言嗎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還記得金普聰吧 金普聰在去年7月5號的時候 曾經講過一件事說 有人拿錢給民調公司做民調 如果用你的題目要90萬 如果用民調公司的題目要50萬 你還記得當時這個嗎 很多人都很好奇 他說怎麼可能 哪有可能做一個民調 哪20萬而已哪有可能到90萬 你現在回來 對對柯文哲做民調的賬 金普聰好像沒有亂說 那個每一筆他才做了幾次 所付出這麼高額的金額 你下去除之後 你會發現金額數目好像沒差太多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現在對於柯文哲來講 你的人設破滅沒有關係 我覺得沒有關係的意思是說 相信你的還是相信你 但你流失掉的那一些中間 會不會因為你現在還要再進一個SOP 因為現在知道 SOP對柯文哲來講 只是要求別人的事情 而不是他真正會去做的一個 他自己會去遵行的東西 兵哥當然他家人的部分 過去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管不住 他也不會去管 感覺去尊重 但現在的這個發展顯然是 對於情勢非常不利 其實陳佩琪發的這篇文章 他不是在告訴你他在罵柯文哲 不是說表示他們關心真的很差 其實他是在放閃 而且我跟你講 而且他是在告訴你 柯文哲很可憐 忙了一天都沒東西吃 只能回家吃蛋糕 他其實是在幫他老公忙 他用他的方式在幫他老公忙 其實你只繼續看陳佩琪過去發的臉書 他每一件他其實都是在幫他老公 只是幫得很糟糕 所以陳佩琪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我講實在話 可是問題是 他搞不清楚自己到底該講什麼 什麼該講什麼不該講他搞不清楚 他就是個頭腦不清的人 基本上就是這樣 我講實在話這是事實 柯文哲自己也很清楚 你老婆就是頭腦不清 但是你管不了他沒辦法 實際上你誰都管不了 其實從這次競選總部經費的事情 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什麼SOP 他根本就沒有任何SOP 整個就是亂七八糟 就是各做各的 因為李文中跟黃珊珊 他們幾個大家彼此誰都不服誰 所以就各做各的 然後到最後搞出來就一團糟 不就是這樣子嗎 擺明事實 結果就是這個樣子 你講的再多都沒有用 然後現在人家質疑你 那天當初會議是什麼 那你說我99點多少的 全部都有會議記錄 好啊 那你就直接把會議記錄拿出來 不就結了嗎 不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根本不用解釋 你直接告訴他連結在哪裡 會議記錄都要那個地方 當然是你去看 應該會留在現在的台北市政府 對啊 你就看他不是說都有上網嗎 那你就告訴大家那個網址多少 叫大家連結點進去看 不就結了嗎 那何必講那麼多口水幹什麼 當然現在很多人在見風插針 很多人就故意在那邊隱隱色色的 就在那邊講說 好像神秘人物 什麼高層什麼怎麼樣 那這個是誰造成的 當然有一些人是刻意落井下石 但是你柯文哲自己本身 沒有按照你的SOP辦事 就是這整件事情的結果 不就是這樣子嗎 他的SOP根本都是騙人的 我講實在話 其實從這整件事情看出來 柯文哲根本就沒有領導統一能力 這是很明顯的 所以柯文哲根本就不懂得怎麼管理組織 平常嘴巴說得漂亮 實際上都是鬼扯 你根本就不會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柯文哲你要去說什麼私人不明 你到底認清楚自己的能力沒有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沒有領導統一的能力 這是最基本的 柯文哲要認清這件事情 他才有辦法繼續往下走 不然我老實講 我會很同意亮哥講的話 我認為民眾黨已經差不多了 基本上已經要開始泡沫化了 柯文哲我也覺得很好笑 朱立倫他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我們不知道 但是人家就算講場面話 至少人家沒得罪你 結果你還這樣講 他不過就講個場面話 人家好歹沒有落井下石 你不但不敢 其實還要反酸回去 你到底在幹嘛 這個腦袋到底裝什麼我也不知道 然後講得跟真的一樣 沒有辦法再回到兩黨 我告訴你就是會往兩黨的方向走 對 那些年輕人 支持柯文哲那些年輕人 失望之後可能不會投給國民黨 是沒錯 他們可能也不會 回到國民黨這邊來 但是那怎樣 他沒回到國民黨這邊來 國民黨還是有三四成的支持度 只是你民眾黨的影響力會消失 你搞不清楚這一點嗎 如果你這件事情 沒有大破大力的斷然處置 趕快挽回你的支持者的信心 民眾黨從今天開始就泡沫化了 你不相信嗎 柯文哲 我告訴你 事情已經往這個方向走了 你還不趕快去處理 還在那邊拖拖拉拉 以為人家小草會始終支持你 你想得美 這一天已經不會發生了 其實像我訪問吳怡萱 或者是我在請教周瑜修的時候 在問這個帳幕怎麼會這樣 他們都說你這樣亂 他們說連我們自己都不相信 會這樣亂 就是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發展到今天 但今天朱立倫至少出來 是說給他送完的 希望未來還有藍白河的空間 你們現在如何看待 未來還有藍白河的空間嗎 當然在立法院裡面 還是繼續要再也合作 這個部分不會因為說 柯文哲單一的事件 而就影響到立法院的藍白合作 否則的話 下一個會期開始 民眾黨要跟民進黨合作嗎 應該也不會吧 也不會走到這麼極端吧 所以我覺得今天 柯文哲講這句話 讓人家又覺得有點 他到底在想什麼 而且讓人家覺得 人家國民黨在這個一個禮拜 我知道有些人是蠻克制的 有些人是蠻克制 不管在政論節目 或是在一些社群的平台上面 基本上就是 旁邊冷靜看事情的發展 就如同蕭絮成熟 就是看事情的發展 至於說 民眾黨未來的成敗 興衰 到底跟國民黨會有什麼樣的關係 但我覺得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太早定論了 因為不知道後面會怎麼發展 後面會不會是 約會大或是說民眾黨 可以有效控制損害範圍 讓他損害到最低 現在他都還不知道 而且還有未來這幾個案子 就是台北市的三大案的部分 所以現在講這個有點太早 但是我覺得柯文哲 這個時候講這個 我覺得朱瑩現在人在美國 不知道他在美國 熱臉貼人屁股 不知道朱瑩看到這句話 心裡面怎麼想 他還在中常會裡面 指責某兩位我們的議員同事 就說好像不要打殼打那麼重 不要打殼打那麼重 所以你看他這樣的一個講法 卻是碰到柯文哲是這種冷回 長面話 對 長面話 但有時候 長面話也不一定可以 不一定要講 長面話也不一定要講 所以 我覺得根本不知道 是不是因為這一個禮拜的 這種衝擊 讓他整個的回答也好 或是讓他的思考也好 失去了很多的一個 失去很多的忠心 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外面的一些問題 更換你現在也不必急著講說 未來民眾黨如果沒有的話 選票會得到哪裡 我覺得真的還不到這一步 還不到這一步 如果民眾黨處理得好的話 搞不好就轉回情勢 這也不一定 另外補充一下韓明告 就是那個議員便當會 那個會議紀錄是沒有上網 是沒有上網 常聽說都有上網 那有在哪 這個便當會 據我倆 我們自己查過是沒有上網 那會議紀錄在哪裡 他帶走了嗎 他會議紀錄裡面 第一個市場是 第二個你各局處裡面 會有一些分辦事項 所以各局處裡面應該會有健檔 好休息一下馬上回來